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這預算大概值完大概花多少 我聽過大概有10萬到30萬 就是看你要值多少租 30萬喔 各位 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土土 今天主題最主要來拍一個 女生其實都非常在意的落法 難道就只有執法這一圖嗎 我這頻道大概已經五年了 第一年的時候 我拍過男性落法 的時候探討就是說 男生落法到底要用咖啡印洗髮精 還是這個所謂的落件 後來就有同學問我說 那女生 女生掉頭髮怎麼辦 就跟這個營養師在拍 原來女生掉頭髮 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 營養素的不足好不好 今天就跟唐醫師 一起來逛這個屈臣室 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現在對抗落髮這些產品 有沒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應該比大概五年前 還要來得更多了 對 五年前只有 大概只有一半而已 可以選擇 我們兩個剛剛就花了大概半小時 在選了一些消費者最常問的 邊聊邊跟大家講這些產品 遺傳 遺傳跟基因 那男生比較多 男生 對 女生也有一些 最常見是最近 大家不說瘋減肥嗎 然後斷食 那個是不是就是營養素不足 對 我覺得是營養不均衡 直接先問她體重有沒有 對 女生的話 就是最近有沒有刻意的結識 第二就是睡眠跟壓力 所以有時候問起來就是睡眠跟壓力 像我最近睡眠壓力不好 好像這個壓力大 我曾經考專科的時候 也掉過頭髮 因為壓力大 我那一年壓 就是其實兩百根是正常 大於兩百 一千兩百 對 其實是正常的 但男性的雄性兔大部分還是吃藥 像柔配這種 當你開這個藥給他的時候 我就順便直接講 可能就會像你這樣問我 有沒有什麼副作 尤其看到女醫師更不好意思問這個 就想問我對性功能會不會被 我覺得很多是新陰性的 會不會是我催眠 所以我在吃水會比較差 那可不可以吃那個搭配 威爾剛 其實你就放寬心 因為其實機率不高啦 不能單依賴吃藥 可能還要配合這些擦的 然後甚至像生髮帽這些 對 生髮帽 因為最近在社群媒體 一直投放生髮帽 對 我最近也有戴 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原理是什麼 它其實是雷射光 但這個雷射光的波長 就是可以讓我們毛髮比較活躍 它一樣也是活落 我們頭皮下血液循環 對 其實還是以血液循環 但如果最後沒有就去執法 執法好貴對不對 執法很貴 頭皮的條件不好 其實長的量也不夠多 執法是拿後面的頭髮 對 去種到這裡 是現場嗎 就當天就可以完成嗎 對 當天啊 其實後面也是會希望 做一些養髮的動作 不然其實 也是會掉 對 因為你會土壤不好 你擦秧是長不好 那它種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我們隨便都可以種 應該是說後面的頭髮 對賀爾蒙的影響比較少 我們程度才會建議執法 還是這個跟預算有關 執法其實我覺得是預算 還有每個人對開刀這件事情 手術這件事情 對 因為有些人是不想要手術 公認的還是 就是minoxidil這個成分 minoxidil是什麼呢 確定是這個字的 它就是有生髮的成分 然後接下來只是 趴數的問題 那當然濃度越高 刺激性比較高 那會不會有分什麼男生女生用 他們以前是會分女生用2% 但是我自己覺得有時候 急性落髮的時候 直接用5%了 那還有一種是做成慕斯的 慕斯的我在銷售的經驗 回饋是慕斯的比較好用 我很多客人都換成慕斯 真的 但是慕斯就是 我自己覺得慕斯會跑到頭髮上去 我會叫病人不要噴 用滴的 對 用滴在盡量避開頭髮 否則妳藥都在頭髮上 這類的產品 因為它已經過了原廠專利 所以市面上我有很多的選擇 那當然價格 價格就落差很大 這個就是因人而異 我自己有試過 有一些擦起來會比較頭皮容易癢 他們的包裝就寫很大的字 就是最快4個月 頭髮評估 我覺得3個月起跳 其實都要有耐心 這個真的是一輩子 就把它當刷牙 我就跟客人說也沒有什麼好抗拒 你每天也會刷牙 你不會想那麼多 為什麼就是這件事你要想那麼多 那不就是一個動作而已 之前有用 然後就我想流流海 我就會用 這個長很快 但是就會因為流到旁邊有很多小毛 我還有一根根拔掉 我用在眉毛的地方 其實眉毛應該也會有幫忙 對 有的人會 有的人不會 我就是那個用了沒有長了 但是我用在一個地方我覺得有效 鬍子 真的嗎 我長不出鬍子的人 所以你真的有長鬍子喔 後來長出來了 很多人會問我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用弱健生髮水 我到底要不要用弱健洗髮精 是200塊以內就差不多搞定 對 所以他們就會先買洗髮精 而且洗了一個月就是不好 跟妳講洗髮精大概就是清潔力為主 甚至有一些生髮的機構 或者他們會先做強調洗頭的部分 對 像這一個就有加水洋酸 就是會再出一個是頭皮的淨化液 女生比較在意的話題就是她覺得她頭髮很細軟 然後她一直覺得她頭髮掉太多 要問她有沒有月經量太多 有時候是缺鐵性的平血 這時候可以請她買那個鐵 刻補就是鐵加B群 多吃一點礦物質量嚴肅 大部分女生因為減肥可能也不吃肉 然後又月經流失也太多 所以有時候大部分抽血會看到缺鐵性平血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至少可以很簡單就解決了 複合的維生素B 這些應該就是養髮的東西 對 然後她說減少刺激的部分 就會有減少發炎的部分 你就會看她血不含細菱 這一款是有甘草的 甘草的萃取就是可以有抗發炎的作用 被炒本的 這款很有趣是她只要三天用一次 然後另外最經典應該是咖啡因 就是只是促進血液循環 間接的 所以她們都不能算是在生髮的產品 她只是養髮跟育髮的產品 所以這個事情要講得很清楚 我跟你講我曾經真的有客人 他就跟我講說他就是用生薑 偏方 有 我有聽過 直接按摩 因為毛囊很深 大家拔過毛嘛 看到下面那個 它保養品都是在上面 你反而這樣子讓那個地方受傷 受損 對 然後造成發炎 我還聽過客人 他就是把那個蛋液 蛋液 頭髮不夠營養 要給它吃營養一點 如果他用熱水沖頭髮 不就變蛋花了嗎 我必須要 然後磨成粉 去中和它的過度的雄性素 基本上那樣是沒有效的 所以就大家真的要尋求正確的 因為有的女生是不洗頭的 對啦 我們T恤沒有被發現 這邊一定剪掉 這邊可能我就不會 好啦 沒有每天洗 因為吹頭髮很久 我在上一集我就問過了 我兩天一次 沒有問過其他的嗎 我幾乎每個課程都問 因為很麻煩 你知道嗎 我吹這個要吹一個小時 對啊 但是 男生一定是每天洗吧 男生能不能那麼短就每天洗 是啊 如果是短髮一定可以每天洗 長髮真的有點障礙 建議男生 就是直接用快乾擦髮精 那真的有用嗎 那個有 但我們頭髮很多的應該沒感覺 頭髮很多可能就沒辦法 好 如果不是每天洗頭的人 然後又有頭皮問題的人 可能就是要想一想清潔的部分 自己觀察一下 真的有效 你應該會看到一些小毛長出來 那就會讓你有信心繼續下去 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了三個月 或是你在做中間 真的越掉越多 就不要延誤病情 可能就來給我們皮膚科醫師看一下 我們有時候會抽血 看一下有沒有缺鐵啦 或是荷爾蒙的問題 然後不要亂用偏方 感謝大家聽到這裡 那有問題記得在下方留言 希望這影片可以幫助到 有需要的你們 剛剛醫師有問我說 如果客人他整套都買 我說會不會有人貪心說 那我全部買 然後又買陽髮又買生髮的這樣子 我老實跟醫師說 如果有這樣客人 通通賣 就複合式治療這樣子 我開心啊 有嗎 你有碰過這樣的人嗎 很少